我们现在就来看犯罪预备 什么叫犯罪预备 犯罪预备是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 这是犯罪预备 所以很显犯罪预备主观上 它必须是具有犯罪的目的 我为了杀人而买刀能够叫犯罪预备 但是我如果为了杀老鼠而买毒鼠墙 那这个就不叫犯罪预备 因为你不是为了犯罪 那客观上它要有犯罪的预备行为 预备行为就准备工具制造条件 它有很多很多种 我这里面说了七种 比如说为了杀人而买刀 为了杀人而练习射击 为了杀人而进行踩踢 为了偷东西 把他家门口的两只狼狗给毒死 或者前往犯罪线上 或者伪随或守护 或者勾引共犯 那这些都叫准备工具 或制造条件的预备行为 但是它没有达到那个临界点 就是没有达到左手 左手没有达到那个点 那为什么没有达到左手那个点 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 因为如果是意志以外的原因 那它其实就是犯罪宗旨 预备阶段的犯罪宗旨 那也是一种犯罪宗旨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 犯罪预备呢 它可能要注意和两个概念的区别 一个和犯意的表露 犯意的表露 它存在停留在思想 这个阶段 是一种起义阶段 所以各位就会发现 被行为跟犯意表露的关键点 就看有没有危害行为 那如果一点危害行为都没有 对法义没有任何威胁 那它其实就是犯意表 有很多人经常喜欢口汗 说你等着我 总有一天要杀了你 这存在的口汗 对于法义没有任何的威胁 张三跟领导吵架 说我一定要把这个领导给杀了 在办公室大发雷瓶 说看着我怎么把这个领导给宰了 于是去家里面拿了一把菜刀 到了办公室 所有人都把他抱住 说别冲动 冲动是魔鬼 这个时候领导从旁边过 张三就没有说话了 等领导走开 然后又大叫 我总有一天要把他给宰了 那这只是纯粹的口嗨 对法义没有任何的威胁 所以他不叫做犯罪预备 有人为了杀人去练健身 因为要杀人 首先要抱一个健身帮 请三个私教练健身 这个叫犯罪预备 这个是日常生活许可的行为 不可能对法义有任何威胁 杀人 张三的仇人是一个外国人 所以他为了杀人 要先抱一个辅导班 学英语 这叫犯罪预备 那肯定有不叫 因为对法义没有任何的威胁 这个大家要注意 好 预备行为跟实行行为的 那个理解点就是着手 所以这里面非常重要的 就是着手的判断标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